你真正想玩好你的相机拍好照片 其实你只需要用到这个档位叫做M档 其实要去使用这个M档 不少同学应该有去看过教程 不少同学应该也去翻阅过说明书 但是就是搞不清楚具体应该怎么用 那么我们M档的曝光三要素 第一层学什么呢 学它的共性 也就是学它的共同作用 其实这里已经给你们标明清楚了 共同作用就是用来控制照片光线的 那么他们分别如何去进行控制呢 先来看感光度 感光度如何控制光线 首先先说一般情况下 你的相机里面会有一个感光度调节的按钮 你按了它之后呢 你的相机里面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界面 那调感光度呢 就是去调这个叫自动 这个叫100 200 300 400 800 就是200感光度 400感光度 1600感光度 所以其实在这里边你去动感光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把感光度数值调高了 照片就亮了 你把感光度数值调低呢 照片就不会有那么亮了 所以请记住啊 在我们使用感光度的时候 它相当于是在你相机里边打开了一盏灯 如果你这盏灯开的是100瓦 那么你的照片呢 相对来说会暗一点 如果开的是200瓦 照片就会亮一点 如果给它开到一个6400瓦 甚至更高 那么你的照片就会更亮 所以调相机感光度 你要知道啊 这个数值调大 照片会更亮一点 那如果感光度调低 这数值啊 给它调小 照片相对就会暗一点 就这么简单 没有那么复杂 当然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学得非常的直观明了 所以呢 我通过我的相机 连击实拍演示给你们看 好不好 现在我打开连击软件一下 那么来看到我这里 打开连击软件之后呢 我的画面 它会把我的相机机顶显示屏的参数 给大家显示在这里 然后打开实时显示拍摄 你是可以看到我现场实拍的一个画面的 那么我要去调节这个画面的亮度值啊 我就可以去调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感光度 那么我们来调一下它 如果我把感光度调的很高 相当于你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开了一个 比如说2000瓦的灯 那画面就会变得很亮 如果我把感光度调的比较低 比如说调到感光度200 那么整个画面呢 它稍微会暗一些些 那下次你遇到照片拍的比较暗的问题 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去动一下我们的感光度 是不是可以去调一下我们的感光度 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之后 在我的课上 你要学会大段大总结 小段小总结 那么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如果你今天需要调感光度高 在这里边你调数值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需要把数值调高 数值调高了之后 那释放的光量当然会多一些 释放的光量多一些 那照片就会亮 对不对 那感光度低 数值是不是就调低了 调低了之后 释放的光量呢 它就会比较的少了 释放的光量比较少呢 照片相对来说 它就会有一点点的暗了 是不是感光度 哎 第一个学完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紧接着到曝光三要素的 第二个是我们的光圈 那光圈是我们镜头上面的一个装置 它是藏在这个地方的 你们每个同学的相机里边 都会装着有一个镜头吧 那镜头里边呢 它一般都会有这么一个小装置 这个小装置呢 它是由一些小叶片组成的 它可以通过你的调节 把这个小叶片里面的圆圈 调大或者调小 那光圈在这里边 它有圈圈大的情况 也有圈圈小的情况 但你不知道 它里边的圈圈到底是大还是小 因为呢 你看不到镜头内部的一个结构 所以通常呢 我们相机要表示光圈 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数值 去进行表示 表示你这个镜头上的圈圈大小 但是它表示的这个圈圈大小呢 有点坑你们心人啊 你一不注意你就被它坑了 因为啊 通常情况下 表示光圈的时候 当相机上面F后面的这个数值小的时候 它代表的是你这个镜头里边 这个圈圈它是比较大的 就是光圈大 所以别人跟你说大光圈大光圈 让你调大光圈 你就要知道 哦我要把相机上面的这个数值给它调小 那么如果说相机上面这个数值 那么就代表的是你镜头里边的这个圈圈 它是比较的小的 那么这个圈圈大 圈圈小 它会影响什么呢 我们通常拍一张照片 是光线穿过镜头 打入到机身成像平面上 再通过相机的一系列处理 才会形成一张照片 那么如果说光线穿过镜头 进入到机身里 光线进入的多 照片就会亮 光线进入的少 照片就会暗 所以你这个圈圈开大了 光线进去的就会比较多 照片就会亮 光圈快小了 光线进去的就会比较的少 照片就会暗 这就是这个圈圈大小的一个作用 就是用来控制你画面近光亮的 我们来调整一下相机 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来看F后面的这个数值 我把光圈调大 那数值就小 这是大光圈的状态 但是我把光圈调小 数值调大 你看一下 圈圈小了 光线进不去太多 所以画面就暗了 你看是不是很简单 没有任何的难度系数 对吧 那接下来再做一个总结 光圈大 数值 数值它就会小 那么进光亮会多还是会小呢 光圈大 进光亮当然多了 那照片会亮还是会暗呢 当然会亮了呀 对不对 好 那光圈小 数值会大还是会小呢 当然数值大了 那进光亮会多还是会少呢 当然会少了 照片会亮还是会暗呢 当然会暗了 OK完成 行了 就这么简单 光圈结束 光圈学完了之后 到我们的快门 我们这个快门呢 它其实是我们相机机身里边的一个装置 就是你们平时啊 听到那个快门声有咔嚓 你在按快门 听到的咔嚓声 就是因为里边的这个弓隙 它在动 那么它是怎么动的呢 它像我们这个打开一扇窗户一样 打开我关上 打开关上 所以你就会听到咔嚓一声 你会发现 有时候打开关上的速度很快 有时候打开关上的速度很慢 是因为啊 它打开了之后 光线进去了 然后关上了之后呢 光线就进不去了 那有时候我们要控制近光亮 我打开马上关上 哎 光线进去的就少了 我一直打开 一直打开 然后呢 哎 光线一直进去 一直进去 过一会儿 我才给它关上 那么里边光线就会非常的多 照片呢 就会亮起来了 所以快门这个东西呢 也是用来控制咱们照片的近光亮的 知道这个意思吧 它通常在我们相机里边 会用多少多少分之一秒去表示 或者三秒五秒十秒二十秒三十秒去表示 所以我们就会有说快门是用秒来表示 所以就会有说快门速度这样的一个说法 通常情况下呢 它都是用多少多少分之一秒去表示的 就比如说千分之一秒 比如说这个百分之一秒 这时候快门速度就比较的快 但我想问一下大家啊 是两千分之一秒比较快呢 还是二十秒比较快呢 是两千分之一秒这个数值大呢 还是二十秒的数值大呢 是不是也是两千分之一秒的 这个数值要小一点 二十秒的数值呢 要大一点 所以通常情况下 你想把快门速度调快 你的快门速值调整的时候 就会比较的小 那么快门速度如果是慢的情况下呢 它的数值啊 就会比较的大 比如说三秒五秒十秒 这种数值呢 就是比较大的 这个意味着 我打开关上的时间是三秒钟 十秒钟 五秒钟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们的快门速度 那么了解了这个快门速度的不同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去看一下不同的快门速度对画面光线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现在我们来一起调一下快门速度啊 我把快门速度调到一个两千分之一秒 我这个快门速度很快了 快门速度很快 光线进不来太多 所以画面就暗了 对不对 那么我快门速度搞慢一点 我给他搞到一个一秒钟 那么这时候画面呢 进光量就会多 照片就会很亮 紧接着就要来到我们曝光三要素作用的第二层学习了 就是了解他们的不同的特点 举个例子 五老师今天去相亲 哎 对方三个呢 都是男的 对吧 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但是呢有一个呢腿长一点 有个又帅一点 有一个呢更有钱一点 是吧 他肯定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特点的 我们的曝光三要素也有 那么在这里边呢 你这样去看一些文字啊 就相当于让你去看说明书了 反正你也看不懂 那你干脆别看了 你来听我讲就行了 先说第一个光圈在这里边 除了会影响我们的进光量 它还会影响什么呢 来看到这两张图 喜欢第一张的打一 喜欢第二张的打二 喜欢哪一张 嗯 你会发现 有点不一样啊 同样都是花 但是画面的效果是不太一样的啊 都喜欢 喜欢第二张 你们有点老法师的眼光啊 对吧 老法师咱都喜欢的是 胶内如刀割般心里 胶外如牛奶般顺滑 但是这也挺好 因为背景呢 它很干净 对不对 那么像第一张的话呢 它确确实实 花朵也清晰 背景的一些线条纹理呢 它也都是属于比较清晰的 它没有虚化到 谁都不认识 对吧 那么如果要去实现这样的不同的背景虚化效果呢 各位 今天你要仰仗的就是我们的光圈了 不是说你要动相机的哪一个参数啊 不是说你要去动相机的哪一个功能 你就动光圈就行了 因为光圈除了影响进光量 它还可以影响我们画面的景深 那这个景深你不理解是什么 你就理解为背景虚化效果嘛 对吧 那么它怎么样去影响画面的这个背景的虚化效果的呢 通常情况下呢 你为了画面进光量很多 那么你去把光圈这个圈圈开得很大 你把圈圈一开大呀 你一般对焦在你的主体上的时候 你的背景就会自然而然的虚化掉了 你像近视500度了就看不清了 所以一般大光圈呢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的知道吧 然后呢 再到一些中等光圈你去使用的时候 对焦在主体上主体是清晰的 那背景呢 它也会有一些些的虚化 但是它还是能够展现一定的背景的物体轮廓 它不会虚到什么都不认识的那种啊 再到呢 我们比较小的光圈 当你去把光圈调小的同时呢 你的画面主体也会变得非常清晰 背景呢 它也会变得非常清晰 所以请记住 当你在使用光圈的时候 当你的光圈越大 那么背景虚化效果呢 它就越强 当你的光圈越小 那么你的背景呢 虚化效果 它就会越弱 这个记下的同学打一个一字 那么在这里边会有一个问题哦 你们想一想 那老师 我要那种很强很强很强的背景虚化效果 那我光圈要给它开大 那我光圈开大的话呢 我数值要有2.8或者1.8 或者1.2对不对 要有这样的一些数值才行 但是我一看我镜头最大光圈只能达到F4 或者只能达到F5.6 那完蛋了 我就拍不出来这种虚化效果呗 我就要又花个几千三万块钱去买镜头呗 想不想学一个省钱大招 想的把小鲜花刷的猛烈一点 省钱大招啊 如果说你的镜头光圈 它没有办法调到非常大 背景虚化效果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么强 那么你可以去看一个东西 就是你的主体 和你背景之间的一个距离 通常情况下 在我们想要背景虚化很强的时候 你就尽量的去让你的主体 离你的背景远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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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它十万八千里 那啥都看不着了 对吧 所以你通常呢 如果拍一朵小花 这小花后面呢 就是叶子 然后离这个小花很近 你是很难真正的去拍出背景虚化效果很强的 一旦呢 你这小花离背景啊 远一点点 哎 基本上这个虚化效果就会变得很好了 这是一个冷蒙小知识 分享给你们省钱的啊 好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光圈的一些使用 但是其实很多人拍照呢 他不知道怎么样去用光圈 他不知道在落地实拍过程当中 光圈的真正使用指标是什么 而且一大部分人在使用光圈的时候都是在疯狂的只使用大光圈 其他情况一律不管 反正就怼着大光圈去拍 我告诉大家 这样的一个行为做法是很难真正拍出有一定视觉美感的片子的 所以紧接着我就要开始给你们分享落地实拍出作品的三大光圈使用指标 准备好 记一下啊 首先先来说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我们在光圈去进行使用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用到相机去拍摄一些人物啊 人像 或者呢去拍一些镜物啊 花花草草 这种画面 那么你要去把一个人像镜物拍好 那么其实啊你非常需要去突出主体 因为你不突出主体的话呢 这个人放在这里边是吧 他就不清晰 对不对 你这个物体放在这里边 他也不清晰 所以一定要去做到突出主体 那么你要去突出主体的话呢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去突出主体 就是主体是实的 那么它的背景呢 它一定是要虚化的 那你要背景有一个很好的虚化呢 通常情况下 我们拍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 我们的光圈数值啊 通常会给到一个大光圈 有多大呢 一般F2.8这个数值左右就可以了 明白没有 那下次你去遇到这种场景 你想拍漂亮的时候 怼着大光圈去拍 没有问题 知道了吧 但是会有这么一个情况啊 各位 很多人呢 他非常喜欢背景虚化效果很强的状态 所以呢 他疯狂的去购买大光圈 那么这个大光圈镜头呢 他有些最大的也能够达到1.2 对吧 最大光圈 有的最大光圈达到1.4 有的最大光圈达到这个1.8 有的最大光圈达到2.0 但是你会发现 你花了钱去买这些非常大的光圈的镜头啊 你去拍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以下的这个问题 这个知识也非常冷门 你们认真听啊 很多人他用的最大光圈直接去拍 他对焦在这个叶子上 一按快门手一抖啊 这个对焦点又跑到这了 他明明对焦在这个叶子上 一按快门手一抖啊 你对焦点又跑到这个问题上了 这个问题我们通常叫什么呢 叫做跑焦 啊 跑焦是你没错了啊 跑焦 哎 跑焦的问题 那其实你要去避免跑焦的问题 不是花更贵的钱去买更大的光圈的镜头 而是呢 要学会这个小妙招 也就是说你的光圈一旦最大的是1.2 那么你要去缩小一档去拍 缩小到1.4 如果你最大光圈是1.4 那么你再缩小一档去拍到1.8 如果你的最大光圈是F1.8 那你就不要怼着F1.8去使用了 你就再给他缩小一档到F2.0去进行使用 一般非常大的一些光圈去拍的时候 只要你是怼着最大光圈值去拍 那都非常容易跑焦 所以要记得缩小一档去拍摄 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那么还有一个点 那老师我的最大光圈是2.8 3.5 5.6 那我还要不要再缩小一档去拍呢 你们觉得呢 如果最大光圈是2.8 3.6 5.6 要不要再缩小一档 其实是不需要了的 因为这样的光圈它不算是很大 它不容易跑焦 所以你只要记住 这个小于2.8的光圈值呢 基本上你都去缩小一档去拍 但大于2.8的光圈值呢 不用缩了 直接最大光圈开干 知道了没有 好 这是一个非常细节的知识 明白的打一个小鲜花 紧接着呢 我又来给大家讲到我们光圈使用的第二大情况 这第二大情况很多人啊 它是经常出错的 比如说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画面 大家去拍 有的人呢 使用大光圈真的是上心病狂 所以呢 非得去大光圈去把这个环境虚化 那么这么一虚化了之后 我想请问 这张照片还好看吗 这张照片还有感觉吗 还有没有感觉 这样一拍 这样一去虚化掉 你就会觉得 这个人感觉一点都不真实 像抠上去的一样 就像那种影楼摆拍一样 一点都不自然了 请注意啊 有时候我们去拍的一些片子 它可能是人文纪实类的片子 那么你的人文纪实类的片子 它其实很需要你去交代 环境的交代环境的同时呢 它也需要你去突出主体的 你突出主体可以 但是的话呢 你不要把整个环境全部 一股脑袋全部虚化掉 所以请注意 这类型的片子是需要你去保留 一定背景层次的 那么你需要去保留一定背景层次 你就不能一上来就怼着最大光圈去拍 用到多少呢 用一个中等光圈 那中等光圈通常情况下 F5.6左右就是我们的中等光圈了 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所以像这些题材 你不要一股脑的直接去虚化掉啊 好 这都是实拍落地出片的经验了 自己记一下 还有最后一种情况 你要注意 因为有时候呢 我们拍的啊 还会去拍到一些风光片 那你的风光片啊 通常呢 是要把这个山啊 房子呀 环境 大环境 全部清晰的表现出来 对不对 这种状况就需要你的画面保持的是全局清晰 那么还有呢 现在如果说 各位 你想学摄影以后呢 去拍一些产品赚钱 或者说拍一些商业人像 哎 这拍商业人像真的很赚钱 过来人告诉你啊 像吴吴老师各种器材 各种相机随便买 也是因为对吧 拍这些商业人像 那商业人像 他会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我不需要你去给我制造什么 太多的那种意境感 这你又虚化呢 你又虚化的 你就把这个人给我拍清晰 给我把这个商品给我拍清晰 表现出来 我就只需要一个全局清晰 所以如果说你去拍这种题材的时候 不要盲目的去拍 你的光圈值呢 开小一点 光圈F11左右 直接去拍这种画面 效果会更好 所以请注意哦 不同题材 你的光圈使用的方向逻辑是不同的哦 你误了没有 误了的 打一个小千花 是这样去玩的 那么学习吧 大段大总结 小段小总结 我们实战过程当中 真正决定用什么光圈数值的三大关键指标 现在我们记一下 第一个 当你的背景 当你的背景很需要背景虚化的时候 此刻你的光圈值给到F2.8左右就行了 当你需要保留一定背景层次的时候 那么你的光圈值给到F5.6左右 当你的画面需要的是全局清晰的 那么你的光圈值给到F11左右 记下的同学打一个E 这里记下了之后 我跟大家讲一个学习的思路 因为当然目前呢 你都新手小白 有时候自己自学 闭门造车 很容易把简单的摄影知识变得很复杂 那么其实学摄影 学相机的这些操作 我建议大家这样去学啊 因为呢 目前你去看很多的视频 视频下方的很多评论 他会跟你说啊 哎呀 你学摄影呢 你不要搞一个参数固定的在那里拍 我告诉大家 作为新手小白的你 你一定要先学会 找到一个固定参数 左右可调整的方向 这样你去做的时候 你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当你有了一个好的结果之后 你才会收获一定的正反馈 当你收获了一定的正反馈之后 你才会有勇气 或者说哎 才会更有兴趣去把你的这个爱好 不断的培养成你自己的一个特长 培养成你自己的一个闪光点 所以新手学习是有新手学习的方式的 我很讨厌一些有有点基础的 或者说自己玩了一两年的 经常去跟一些新手小白说 哎呀 你多试试就好了 你多试试就好了 你不断的试错 只会让自己就慢慢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没有兴趣 越来越没有信心 所以要有一些关键指标作为参考 你去做才会更好做 明白这个意思吧 好 这是光圈 那么讲到光圈呢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 如果用大光圈呢 它更适合去拍一些突出主体的 比如说小花或者一个logo 对吧 那么如果说用小光圈呢 更适合去表现一些大环境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风光片 对吧 好 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今天拍照 老师我又不想要去突出主体 我也不想要表现什么大环境 我只想赚钱 我只想有一个好的画质 对吧 你看人家商业拍摄啊 它是很需要一个很强的画质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大家 你们有时候是不是觉得 老师我用我镜头画质不好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的打一个一字 老师我用我这相机拍出来 没有我预想的那个画质好啊 总觉得老差点意思啊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那是你在使用你的镜头光圈的时候 没使用对啊 其实我们的相机 它一般的话呢 是有一个最佳画质光圈的 你没找到 那你就盲目的大光圈 小光圈在那里怼着用 那就真的很吃亏啊 好 那么如果要去找到这个最佳画质光圈 怎么样去找到呢 现在看一下你的相机镜头 啊 看一下你的相机镜头 你相机镜头的最大光圈值值是多少呀 刚才五五老师给你们演示的这个机身上的这个镜头的最大光圈是F2.8 你看看你们的最大光圈值是多少 有2.0的对不对 还有2.8的对不对 还有吗 你可以自己看一看 看了我就教你怎么去找你的最大光圈啊 1.8的也有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呢 光圈 前面一档跟后面一档 相邻两个光圈之间 它是相差个1.4倍的 啊 相邻两个光圈之间是相差1.4倍的 如果说呢 你要去找到你的最佳画质光圈 比如说我的最大光圈是2.8 那我在拍的时候一般我的光圈需要去缩小一档 再去缩小一档 再去缩小一档 所以如果说要去找到我这只镜头的最佳画质光圈 那么缩小两到三个档位之后呢 是在光圈F8左右 所以我一般情况下 在彭拍有闪光灯的时候 我想去达到一个最佳画质 我拿着这只镜头通常都是F8的一个光圈值去拍 明白了没有 那下次你自己去找你的最佳画质光圈 那你就要注意 一般呢 是在最大光圈数值缩小2到3个档位就可以了 OK 这是一个非常冷门的知识 记下了没有 记下了之后 下次你想拍一点好画质的 你就这么去找 就这么去调 啊 明白了之后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哎呀 今天吴吴老师想去拍这小孩 想拍这小孩呢 首先先拍背景有点乱 我想大光圈虚化掉 然后呢 我又又想去拍这小孩 那拍这小孩呢 突然他跑到这种大环境非常漂亮的环境当中 我又想拍全机屏息 那我能不能就是说 哎呀 我只调光圈就行了 我只调光圈了之后呢 我其他的参数都由相机帮我调 能不能这样玩 就我调到我想要的光圈值去拍 我其他的参数由我相机调 我们相机里边有没有这个功能了 有的 啊 有的啊 有的啊 来 A档 AV档 光圈优先档 你们相机上面都是有的 你M档旁边要么就有个A 要么就有个AV 你看看有没有 这个AV A 他到底是干嘛的呢 他就是让你自己调你自己光圈的 其他的呢 有你的相机帮你调 是吧 所以你这样去拍的话呢 你就可以拍得很快了 你就不用在那里 哎呀 站半天调曝光三要素 调完了 小孩该跑的都跑完了 还拍什么呀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使用一下这种快捷的方法 辅助你去拍摄 但是呢 也不是说任何场景你都可以用光圈优先档位去拍 通常你去使用光圈优先 它是满足我们的日常人像的摄影和我们日常的近物的摄影 它就会比较适合我们光圈优先去拍 哎 学摄影很简单的 很好学 只要你掌握了方法 对吧 你不要在闭门造车 那么基本上 哎 一听就会了 哎 一用就明白了 好 这个部分光圈讲完了 讲完 打一个小鲜花 结束 光圈讲完啊 就马上来到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啊 叫做我们的快门 咱快门它影响什么呢 来看一下这两两照片 你们拿着相机有没有拍过这样的一个画面 就明明我看着这个人在这里 他的这些边缘啊 都是非常清晰的 非常锐利的 一条一条的线 哎 我一按快门 一拍 这些线它是交错开的 这是糊了吗 虚化了吗 虚了吗 不是大光圈虚化的那种虚 而是边缘与边缘交错的那种虚 你看看你有没有拍过这种情况 其实你拍到的这种情况的话呢 它就是因为我们的快门速度给影响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这样的啊 我们的快门不光会影响我们画面的亮度 它快门速度啊 其实呢也会影响画面的物体的动态模糊 举个例子 我快门打开关上的时间 比如说是这么一段时间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边 我去拍一个物体快门打开关上 这个物体呢 它一直都没有动 我的手也没有动 一直都是静止的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边 你记录下来的物体呢 它就会是清晰的 但是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边 你记录的物体 它运动的速度很快 在你打开关上快门的这段时间里边 它物体是运动的 那么你拍到的拍下的 就是这个物体运动 所产生的一些轨迹 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所以啊咱们的快门 它也是会影响我们的画面动态 模糊的 OK 那么在这里边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那老师啊 那是不是我在拍照的时候 我物体运动的速度 要比我快门速度慢一点才行 比如说我的快门速度是一百分之一秒 那我物体运动的速度 它就要低于一百分之一秒 是不是这样的 对没有错 比如说三秒打开关上 那么在三秒这段时间里边 你这个物体是动的 那么拍出来的就是糊的 如果三秒的时间内 你拍到的这个物体 它一直都没有动 那么这个画面就是清晰的 懂这个意思了吗 那么会遇到一个情况 那老师啊 我平时拍照的人都是在走路的呀 那走路 我怎么知道这个人走路的运动速度是多少 我的快门速度是多少 才能给他定格清晰下来呀 如果遇到这个问题 来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科普 把经验交给你们 避免下次你自己出错 通常情况下 如果我们去拍的是一些人文题材 新闻报道题材 这种日常的生活照 你说拍到的物体的运动的速度 不是很快的 所以你的快门速度啊 可以给他设置到个 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 那在这段时间里边 这样的一些物体 不会动得非常夸张 知道吧 所以你能够把它清晰的定格下来 那么如果再去拍一些行人 跑动的小孩呢 通常情况下 那么就五百分之一秒左右 你就可以把它清晰的定格下来了 这是经验 不用你再去试错了 你赶紧把它记一下 常规情况下 你用到的快门数值是这样的数值 你的画面都不会胡特别夸张的 知道没有 记下的打一 记下了之后呢 其实啊 我们在玩咱们的这个快门的时候啊 它是真的可以帮我们实现很多种不一样的视觉效果的 那么先来说一种视觉效果 比如说这样的 像这样的一些爆破的画面 子弹撞击的画面 我想请问大家平时眼睛能看到吗 眼睛能把这样的画面定格捕捉到吗 捕捉不到的 所以我们的快门呢 它就非常的神奇 当你快门速度提的很高很高的时候 它就可以去定格这些高速运动的物体 所以我们在使用快门的时候 它是有两大使用方向的 一个呢 是高速快门的使用 一个是低速快门的使用 那现在我先来给你们讲高速快门 高速快门 我们去使用高速快门的时候呢 通常就是千分之一秒了 千分之一秒去记录一些运动速度 非常快的物体 但是你千分之一秒去使用 去拍的时候呢 画面亮度会被降低 你要去评判一下 那么在通常情况下 你去拍什么爆破的瞬间 子弹撞击的瞬间 你的快门速度啊 可以给它搞到一个 两千分之一秒左右的 两千分之一秒左右的 你要看看你快门速度 有没有达到这个值啊 那么两千分之一秒左右去拍 照片会亮还是会暗 想清楚 照片会亮还是会暗 嗯 照片会亮还是会暗 照片会暗 对吧 照片会暗 那么在这种环境当中去拍 怎么办 你要拍这样的一个画面 怎么办 如果在夜晚拍行不行 在夜晚拍当万万不行 夜晚没有多少光啊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一般要去拍呢 你最好是去 找那种环境光线 好一点的地方 大中午的 就是了 在这种环境光线好的地方 你再去拍 就不要老师就是想着 我夜晚拍一拍也行 环境光线一定要好啊 好 那么紧接着呢 如果说你会去拍到体育运动 水花 然后呢 飞鸟 比如说这种水滴 皇冠水滴 打鸟嘛 这个老法师最爱了 打鸟是吧 那打鸟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去拍快门速度多少 两千分之一秒能不能记录下来 能不能 你看两千分之一秒都能记录到这种爆破的瞬间了 哎呀 什么物体运动的这种 呃 体育运动的肯定没有这个快 所以他也能记录下来 但是我们需要两千分之一秒吗 不需要 因为啊 两千分之一秒去拍这种画面会太暗了 所以我们降低在 适合的值就行了 一千分之一秒左右 就可以了 知不知道拍什么飞鸟啊 拍什么水滴啊 拍什么这种奔跑的动物啊 体育运动啊 一千分之一秒左右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高速快门 去定格一些普通人看不到的画面 这就是我们玩相机的魅力所在 普通人看不到的你能看到 普通人定格不下来的你能定格下来 好吧 这是高速快门 讲完高速快门 紧接着又到我们的低速快门哦 低速快门很有意思啊 你看这样的画面 全部都是我们可以通过低速快门去实现的 那么低速快门呢 曝光时间会比较长 画面当中运动的物体会留下运动的轨迹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就来看一下 低速快门通常情况下适合拍什么 先来说第一种 适合拍雨丝啊 那我们的快门速度给到多少呢 来给大家一个标准值 15分之一秒到60分之一秒就可以了 知道没有 那么15分之一秒60分之一秒其实它比较的慢哦 比较的慢你手端着相机去拍会不会晃动 手会不会晃动 你拍出来的画面会不会糊掉 会 所以呢 建议你去使用一个三脚架 你们在使用咱们这种低速快门的时候啊 没有三脚架你就别拍了 你又不是无情铁手 是吧 所以在这里边拍雨丝搞个三脚架过去 好 那么紧接着再到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了 就是你看 这也是低速快门拍的 但是这个主体很清晰啊 这个背景呢就是模糊的呀 啊 那怎么办 快门速度 15分之一秒 到60分之一秒 OK 完成 就这个速度 慢一点就行了 那么在这里边你要去拍这种效果的话呢 其实啊 你污泥好不好 如果不好的话呢 你初中污泥老师上来 他就会揍你一顿了 是这样的 你想拍出这种主体清晰的效果呢 你要懂得什么叫做相对静止 其实它是这样拍的 比如说这里有一条马路 你端着相机在马路旁边拍 你要预判有个人骑车过来 骑车过来之后呢 你要这样把相机呢 对准它对焦 按下快门 然后呢 随着它移动的方向 移动你的相机 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举个例子 你今天在这里开车过来 我今天也在这里开车过来 我们出发的时间一样 开车的速度一样 你看我 我看你 那我俩可不是相对静止的吗 所以在这里边 你记录下来的画面 它就这样的 明白的打一个椅子 然后这里边 它也要讲究一个手感的 看我 这样拍哈 你端着相机是这样去对焦 按下快门 然后移动 移动过来 移动过来 但是你不要给我这么移啊 你不要给我这么移啊 这么移呢 真真的 拍出来 妈都不认识了 啊 知道吧 所以是这样去晃动的 明白没有 而且你这样去拍的话呢 才能清晰的定格下来 就这么简单 你要去做 你去试了 就会有结果 你不试 你就只能告诉我 老师我不会 其实不是你不会 而是你不做 而且呢 这样的一个拍摄 在摄影里边 我们也会把它叫做摇拍 摇拍 紧接着呢 我们再往下走 诶 这样的效果 怎么拍水流拉丝的效果 这种水面雾化的效果 如先进一般 如丝如画 那么它怎么拍呢 一般快门速度 给到大家 五秒 五秒钟了啊 五秒到多少秒呢 五秒到十秒了 不是多少多少分之一秒了 它是五秒到十秒了 这个曝光时间 它就比较长了 那么曝光时间比较长呢 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要不要三脚架呀 要手端着拍呢 还是三脚架辅助着拍呢 还是要的哈 没有三脚架 我说过 除非你是无情铁手 你站在那你不呼吸 三脚架 是一定要有的 好 有了三脚架之后呢 我问一下大家 五秒到十秒钟的曝光时间 照片会亮 还是会暗 照片会亮 还是会暗 照片会亮 不仅仅是亮哦 它会很亮很亮很亮 而且一片白 那么 你的光圈 怎么办 嗯 快门速度已经很慢了 那你的光圈怎么办 你要小光圈了 是吧 小光圈 F到多少 F大概到22左右了 在白天 F22左右 把光圈缩得很小 这样的话呢 曝光才会正常啊 你能够保持有这样的一个视觉美感的同时 曝光也可以保证正常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手法 下次放心大胆的直接去拍 不管你拍的是瀑布 心流也好 还是去拍的是大海也好 都可以 OK 好 那么紧接着再来了啊 车轨烟花 需要的快门速度给大家安排上 快门速度到五秒 然后到十秒左右 好 这里边给大家快门速度完了之后 大家就会问一个问题 老师你怎么知道啊 怎么知道 你怎么就直接判定出来了 那我自己去拍的时候 我怎么又知道呢 其实如果说你要去拍这些车轨 你想去拍好看 怎么样去判定你的快门速度 来教你们一个方法 你只需要站在这个天桥上 你去拍的时候 你去看一下 从消失点到你的镜头 取景框外消失 它需要多长时间 从这边到这边需要五秒 那就定五秒 需要十秒 那就定十秒 懂我这个意思的同学 先打一个一字 就这样就行了 你不需要再到二十秒 三十多秒 不需要 你就看他过来的时间是多少就行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去给大家定数值呢 其实第二的 你们知道吗 我今天给你们讲的课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课程 它就是一个相机使用的基本课程 但是呢 它还没有给大家去涉及到任何的美学相关的东西 但是我讲课 特别是讲摄影 我觉得这一定一定要去提的就是美感 啊 美感 我这么跟大家讲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你按照我的这个方法去做 你的片子会更具美感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样的啊 你拍这样的画面不仅仅只是说老师我把这种光拍出来 我就有美感了 我把这个效果拍出来了 我就有美感了 那怎么样才算是有美感呢 在我们的美学构成体系里边 它有线条 有空间关系 有质地关系 有这个色彩关系 形状 这个形态 各式各样的组成你画面的美 那么现在你拍的这种画面呢 它重点表现的是一些线条 所以你的线条是要具有一定的美感的 那么什么样的线条才会具有一定的美感呢 就是线条与线条之间的逻辑关系 穿插关系 它是非常的明确的 那么这种线条才会说是有一定的线条美感 但是有时候大家去拍照 你们会不太注意线条的关系 你比如说有时候你这个线条 明明全部都是直线放射性的 但是你中间就有那么几条线是弯弯绕绕的 它就会破坏这个线条的逻辑性 它整个画面的构成就会不好看 其实如果说大家在拍的时候 你车辆从这边过来 再到这边 10秒钟跑完了 那么它基本上形成的线条呢 都是直线过来放射型的 但是如果说你搞一个20秒 哎 那后面有几辆车 它可能呢就是这样弯弯绕绕的跑了 弯弯绕绕的滑动过来了 那你形成的线条呢 你会是弯弯绕绕的 也会不好看 懂我这个意思吗 所以最好5秒到10秒 跑完结束 可以了不要有这种弯弯绕绕的去破坏线条的逻辑性 还有一个拍车轨 不要在有红灯的时候拍 如果这里是红灯 那么你的车辆全部都停在这里 堵在这里 这个线条也会变得不流畅 学到的同学打一个小銜花 画面的美感 美感一时的提升 是一定要有的 我经常在说啊 教摄影不教美学的都是耍流氓 好那么这个概念明白了之后 紧接着我们再往下 如果拍烟花呢 这个快门速度怎么去预判 怎么去预判 拍烟花 你就思考一下那个烟花 从下面 啾啪啪啪啪啪 这个绽放的过程 大概是多久 就行了 对吧 大概呢 它也是个5秒 到多少呢 到10秒钟 这个时间 那为什么是要在这个时间里边呢 是这样的哈 烟花 从这里上升上去 烟花 占开的轨迹 你在这个时间里边 给它记录下来了 OK 行了 它这个轨迹非常漂亮 但是如果说你搞个30秒 那么它的烟花呢 有些烟花呢 它是这样去转的 有的是这样去转的 它会去破坏这个线条 它就不好看了 所以5秒到10秒就OK 就完成 林白的打一个小鲜花 最后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要不要三脚架 要不要三脚架 要的哈 不要当无情铁手啊 你钻不住的 保证你那10秒钟的时间 不呼吸 不动 那肯定不行的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光圈 虽然是在夜晚 但是光圈需不需要调小 虽然是在夜晚 但是光圈需不需要调小 需不需要 也需要的哦 但凡有点光源 你曝光时间如此之长 你就算是在夜晚拍 都还会很亮 所以光圈也要调小 调小到多少 来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值 下次呢 你按照这个值左右调整 光圈16左右就行了 能完成了 低速快门就这样玩了 简不简单 学到的 你小鲜花赶紧的刷一波吧 紧接着呢 我又要再给你们提问题了 因为你学到越多啊 问题就越多 举个例子 你今天呢 出去拍照 在我们拍的时候呢 一开始你快门速度 设置到个125分之一秒 你觉得可以拍 哎 一下子呢 这小孩跑动起来了 你又觉得要设置到个 1000分之一秒了 一会儿呢 你觉得又需要有一个 慢速快门去拍摄 这样的摇拍了 那么怎么样在我们 实拍的过程当中 快速的定下 我们的快门速度 其他参数 由我们的相机 帮我们调呢 有没有这个功能啊 就我快门速度 由我自己想要的参数 我自己调 其他的参数 由我相机调 我不再 在那里调个曝光三要素 搞它几分钟了 好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 再去进一步分析 这个快门优先档位 刚才就说了 你只要给他播到什么 TV档或者S档 你相机上有的 你播到这个档位了之后呢 你就只需要调你的快门了 其他的你就放手 让他自己去调吧 对吧 让相机自己去调吧 那么如果快门优先去拍的话 它是满足日常的风光拍摄 还有一些运动摄影的 通常你快门优先去拍这种 不白貌美大长腿的小姐姐 拍一些镜物呢 就不太适合 对吧 OK 完成 这就是我们快门 快门这个小老弟也搞完了哟 这个东西也学完了哟 学完了紧接着到下一位嘉宾了 叫做感光度了 再坚持坚持啊 再坚持坚持 感光度这个东西啊 你一学你就会觉得 这就是个坑了 感光度这个东西 你一学你就会觉得 哎呀 这个东西是把双刃剑 它真坏 它坏得不行 因为很多人在想啊 老师我拍这个画面很暗 我想把这个画面拍亮点 我就加感光度 加感光度 加感光度 哎 其实啊 这个感光度是个定时炸弹 它会这样 你平时保持在一个100感光度数值啊 你这个整个画面呢 看起来还质感挺好的 对吧 质量也挺高的 200也还好 400也还好 800也还好 但是你那感光度 你一旦走火入魔 给它开到个32006400啊 那么你的画面 它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噪点 这个噪点最终在你照片里面 它会形成这个样子的 就到处行行点点 我们刚才说到 不同的感光度数值呢 它确确实实是会影响你画面的画质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感光度 我说了 它是一把双刃剑 它贼坏 它是一个坏蛋 你把它打上 它就是坏蛋 它专门坑你们新手 坏蛋 感光度 那么既然是坏蛋 我们就要远离它 不要动不动的就去调它 动不动的就去骚扰它 就让它安安静静的放在那里 就行了 对吧 好 那么在这里边很多人呢 确确实实他一想啊 感光度就是个坏蛋 那我就只能保持说 我尽量不要去调我的感光度了 我尽量保持感光度最低就好了 我不动了 我不用了 你不用那不行啊 毕竟你花了那么多钱买你的相机 是吧 它也是组成你相机功能的一个部分啊 还是得用的 但是你去用的时候呢 要有一些核心判断标准 就不同的环境啊 我们去使用感光度呢 是不同的 来 我把这个感光度使用的三大指标给到你们下次不同情况下 你就知道怎么办了 先来说第一种 就是环境亮度足够 比如说太阳天这种 而且呢 像一些室内光线非常充裕的 有闪光灯直接闪的那种 那么这个感光度给到多少呢 给到100就行了啊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环境亮度比较一般 比如说阴天树阴下 或者室内光线啊 稍稍差一点点 那么我们感光度呢 给它开到200到320 但你不要走火入魔 200到320就行了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环境亮度比较的弱 比如说清晨傍晚 或者一些夜景 感光度开到多少呢 开到800就行了 如果高于800 像很多这个半画幅相机啊 本身也不是很很很高端的相机 它就很容易出现很大的噪点 你的画质就会非常不好 这就是感光度使用的三大指标 明白的同学打一个小鲜花 行了 就可以了 无非就是这三大种情况去使用嘛 好有了这个三大指标了之后 其实使用感光度呢 我这么跟你们说一下 一般会有两种不一样的感光度使用情况 我在这里给你交代清楚 首先第一种 第一种感光度使用的情况 这种情况呢 是偶尔遇到的 偶尔遇到 那偶尔遇到什么情况呢 偶尔遇到画面太暗 那么像这种情况 感光度应该怎么调呢 你要看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或者你具体需求是怎么样的 如果你今天在拍照的时候 你的需求是拍到 比拍好 重要 那我想请问 我这值感光度开到一个 呃 三千六行不行 如果说我要拍到 比拍好重要 我感光度开到三千六 行不行 那是完全可以的 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如果呢 大家玩摄影以后去玩摄影了 之后当狗仔 我不这么推荐 但是可以这么举例 当狗仔 你看到一个明星 在一个地下停车场出来了 你站在老远的地方 你去偷拍他 你为了拍到他 你把感光度调得很高才行 你才可以拍得到 那这时候是不是偶尔遇到的 我们就可以这么干呢 当然了 你看一下人家当狗仔的那些 人家用的器材都很好的 但是为了拍到 人家真的无限把感光度开得很高 开得很高 所以你们去看那些路透的那种明星的片子 为什么都看起来脏兮兮的 画质贼茶 不是说人家狗仔买不起器材 人家买得起的 就是为了拍到 所以感光度调得很高 为了拍到他嘛 还有一种情况呢 比如说像这种犯罪现场 你刚好拿个相机在那里 你到处拍到处拍 结果呢 你就看到了一个犯罪现场了之后 你真的要给他记录下来 这是唯一的一个证据 所以你就要给他拍下来 那这时候的话呢 你就可以开多高开多高了嘛 你不要就是死脑筋 不能开高不能开高 管他什么情况 我都不能开高 不能这么玩 偶尔呢 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可以用的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经常遇到 经常遇到 那像我们摄影者也会经常遇到一些环境太暗的问题 但是遇到这种问题 作为一个摄影者 那么我们拍好 比拍到要重要 那你要去拍好 请问这时候你的感光度开到3600可以吗 可不可以 这时候呢 如果拍好比拍到重要 不可以了 对不对 不要开这么高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怎么办 有没有办法 我反正就很暗了 我这个画面呢 就没有办法拍得很亮了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嘛 打光嘛 还能怎么办 是不是 你得用补光了嘛 还能怎么办 对不对 不能在一颗歪脖子树上吊死 一直就是调相机 调相机 明明都已经拍不到了 你还还一直调相机 那不行 就得补光了 那么为什么其实很多人 他没有一个补光的意识呢 是因为大家在玩相机的时候 把相机理解成了我们的人眼 我在这里把相机跟人眼之间的一个差异 给你讲清楚 未来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有些参数我们能调 为什么有些参数我们不能调 知道吧 其实我们的人眼啊 他跟我们相机不一样 人眼他是具有独特的适应性的 什么叫适应性呢 体验在什么地方呢 你比如说你今天在一个大太阳天下 很亮的环境 一下子进到一屋里边 那你眼前是不是就一坨黑 特别黑了之后过了一会儿呢 你就慢慢慢慢看清楚这个房间了 有这个印象的同学打一个椅子 是不是 人眼是有独特的适应性的 所以你在一个暗光环境下 你就会一直觉得 他这还挺亮 在这里挺亮堂的 但是为什么你用相机一拍 为什么就整体感觉很暗了呢 为什么这个快门速度就非要上得很低 才能把它拍亮了呢 是不是啊 为什么一定要抬高很多感光度 在这种环境里面才能拍曝光正常 才能实现我眼里看到的这种正常曝光呢 那是因为啊 相机机器就是机器 对吧 机器就是机器 它是没有任何的适应性的 暗就是暗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拍到太暗的一些画面的时候 你只能补光 你只能打光了 否则呢 去让你的画质变差 懂这个意思了没有 就是区别 明白的打一个小线花 那下次你去使用相机的时候 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 你就不会很纠结了 你就不会天天在那里钻牛角尖了 OK 好 就是这个部分 相机调整曝光的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光圈 那光圈这个东西呢 一般在我们相机里面 它会用F 然后后面加一个数值进行表示啊 那光圈这个东西 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用简单一点的话来说 它就是用来控制 进光量的一个装置 但是这么说呢 可能很多同学是不理解 怎么样就去控制我们的进光量 具体怎么控制的呢 是这样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拍一张照片啊 它是由光线打入到机身里边 然后再通过机身的一系列处理 然后再形成我们的一张照片 那么光线要穿过 哪里才会进入到我们机身呢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镜头 那镜头上面呢 它就有一个装置 就是一种小圆圈圈 这种小装置 那种小圆圈圈的小装置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光圈 它在我们镜头这个位置的 你看 所以光线啊 它首先是要穿过镜头 然后才能进入到机身 那穿过镜头的时候呢 你光线想要进入到机身多还是少呢 我们就要通过里边的一个装置 光圈这个装置 去控制它光线进入到机身的一个光亮了 所以我们光圈就是用来控制画面 进光亮的一个控制相机 进光亮的一个装置啊 那它是怎么样去控制它的这个进光亮的呢 是这样的 你看我们其实在相机镜头里边 它这个光圈这个装置啊 像有些镜头 你直接从它外观上面去看 你就可以看到它里面有这种小叶片 那它这个小叶片呢 是可以通过一系列调整 去把小叶片里面这个圆圈放大 或者缩小的 那这个小圆圈啊 它如果放大的情况下呢 光线肯定就是可以大范围的 进入到我们的机身里边 那拍出来照片 相对较亮一点 那圈圈比较小的时候呢 那么光线进入到我们机身里边 它就会比较的少 因为它圈圈很小嘛 它就跟你这个从去公园玩一样 然后呢 公园门只有一小个 然后很多很多人堵在外面 要进到公园里面去观赏 那你门少了 进去的人就会很少啊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人 这个门大了 能够进到咱公园里面的 这个人就会很多 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光圈呢 在我们相机机身里边 它其实会用一个 这样的一个F 加数字的字样 去表示我们这个光圈的大小 那么它一般是怎么样去表现的呢 这个部分 它专门坑新手啊 所以新手一定要注意 一般情况下 在F后面的这个数值啊 它比较的小的情况下 就说明 它所对应的这个 镜头上面的这个光圈 它的口径就比较的大 所以一般相机里面 数值小 它就光圈大 那么当数值大的时候呢 它一般所对应的这个光圈呢 它就会小 那这时候光圈大 光圈小 它对照片的亮度 有什么影响呢 那就是光圈比较大的时候 画面它就会亮 对不对 那光圈比较小的时候呢 它画面就会比较的暗 这个就非常好理解了 但是千万去用的时候 不要记反了 它这个数值大小的表示 对应着光圈大小的表示 它是刚好相反的 那么这块的话呢 我们一般在去拍摄的时候 如果你遇到拍摄的画面 光线不够 很暗很暗 那你想让你的画面亮一点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光圈的调节 让我们光圈更大一些 让进光量多一些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照片达到一个 正常曝光的状态 所以呢 在这里边 首先光圈 它影响的第一个因素 我们就已经了解清楚了 就是去控制我们画面进光量的 但是重点在于哪里呢 重点绝对是在于光圈 对画面的其他因素的影响 因为我们如果再去使用光圈的时候 要注意了 其实我们光圈 它甚至可以帮我们去影响画面的一个景深 像我们很多信息 小白听不懂什么叫景深 你就把它理解为一个虚化效果 是吧 那它是怎么影响的呢 其实是这样啊 一般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光圈越大 它背景虚化效果就会更明显 什么意思啊 你比如说你今天用到的一个光圈数值是F2.8 那么在这个大的光圈情况下进行拍摄 你对焦在一个主体身上 那主体这些物体啊 它就会清晰 但是在主体后方的物体呢 它就会被我们这种大光圈给它虚化掉了 那但为什么会给它虚化掉呢 在今天这个部分 我们不会去给它讲的那么深 你只需要调指导 调到这样的一个数值光圈大了之后 那么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背景虚化效果就会很强 但我们光圈其实有时候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光圈 它的圈圈可能就会是属于一个中等光圈 但这种中等光圈呢 一般像5.6F8哈 那像这样的一个光圈值去拍呢 其实我们对焦在人物主体身上 人物主体它会清晰 但是背景的物体呢 它都会稍稍的有一些些虚化 但它虚化呢 不会那么的严重 那这时候呢 我们除了这种光圈是中等大小的 也会有一种很小很小的光圈 那这种很小很小的光圈呢 其实我们一般在拍摄到主体对焦到它身上之后 那背景也有一棵树的话呢 那这棵树也会同样的把它拍得非常清晰 所以啊 平时我们拍照 你想要背景虚化呀 那我们肯定就要调到大的光圈去 如果你想要背景不虚化 就都很清晰都很实 那么就给它调到一个小的光圈数值去 但是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其实真正要去使用光圈 要让画面产生不同的一些虚化效果 过程当中不同的情况下 你对于画面虚化效果的需求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才是其实我们真正去学这个功能 作为一个摄影者最应该要学的东西 因为你有时候拍花 有的话你一定是背面 背景 它不需要虚化那么强 它会更好 有的话呢 它就一定可能就需要 它虚化很强 对不对 对看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那怎么样去确定我们在实战拍摄过程当中 要用什么样的光圈数值 它的关键指标到底是什么呢 我在这个部分有给大家分出了三大指标 这三大指标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的需求 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拍这种人物 是吧 或者这种境物的时候 一般呢 我们对于这个画面都很需要 它这个境物或者这个人物 它主体突出 那你要它主体突出的话呢 如果说前面这个叶子是清晰的 后面这个叶子也是清晰的 它就很难突出了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呢 我们最好就去让它的背景虚化掉 主体清晰 背景虚化掉 那这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到我们的一些大光圈 去呈现出我们需要的这种效果 那这个大光圈一般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多大呢 通常情况下是F2.8 你只需要知道在这里面拍摄这样的一个画面 它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大光圈数值 去让背景虚化就行了 下次拍这种题材的时候 你才会心里有数 不至于说自己在乱调 那但是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冷门的知识点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大光圈 我们要去虚化背景 其实很多人他都知道大光圈开大了 他可以虚化背景 但是呢 有时候他会把大光圈开到非常极致 你比如说有的人的这个镜头 他最大光圈是1.2 有的人的镜头最大光圈1.4 有的人最镜头最大光圈1.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啊 如果说你最大光圈数值是1.2的时候 那么你去开启1.2的最大光圈数值去拍 我们很容易出现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就是跑焦 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那所谓跑焦啊 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很有可能 你相机对焦点明明对在的是这个位置 但是因为你开的光圈太大了 你按下相机 相机稍微有一点点的抖动 你对焦点很有可能跑到这去了 跑到这去了 跑到这去了 那我们需要对焦清晰的主体 他可能就会被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所影响 所以一般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一般在使用非常大的光圈 大光圈镜头去拍的时候 我们最大光圈数值是多少 一般啊 我们都要在他最大光圈数值的基础上 去缩小一个档位 你比如说 你最大光圈是F1.2 那你最好是去给他缩小到F1.4去拍 如果你最大光圈是1.4 你最好是把它缩小到1.8去拍 如果你最大光圈是1.8 那你最好是去把它缩小到2.8去拍 你这样去拍的话呢 才不至于说是会跑焦 是吧 然后也会有这种情况 就你这只镜头最大光圈数值应该是2.8 但如果是2.8的情况下 我们能不能用2.8这样的一个最大光圈数值去拍呢 那这时候是能的 因为2.8这样的一个光圈数值 它不是很极致的大光圈 它是常规的大光圈 我们直接使用2.8去拍的话呢 它就不会影响我们画面跑焦 是吧 所以在这里边讲的这个冷门知识呢 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有意注意的去规避一下 这是我们使用光圈数值调整的第一个指标 那第二个的话呢 会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们很多人在拍照的时候 经常都是在去追求一种 胶内如刀割般细腻 胶外如牛奶般顺滑的这种视觉效果 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片子都需要这样的一个视觉效果的 那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可能会再针对其他的题材 其他的片子去进行一些 适合的光圈调整 你比如说现在来看到这个画面 你会发现这个画面呢 它是有一个人在扫地 但是如果说在这个画面当中 你用大光圈去把它的背景全部虚化掉 全部模糊一片都看不着 然后在整个画面当中 唯一能看着的就是这个非常清楚的这个人 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发现它虽然主体非常突出 但是像这种人文计时类的题材 其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它是很需要有一定环境感的交代 一定是有一种人仅合一的感觉 这个人在这个环境里面做什么事的感觉 如果你刻意的去把它大光圈直接虚化掉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 你看上去就像很刻意的摆拍 它没有一定的真实性 所以有时候我们拍照的话呢 我们可能需要去拍的是一些人文 即时类的片子 需要表现一点环境的片子 那么像这种题材的片子的话呢 我们通常在需要突出主体的同时 突出主体 主体突出的同时 那我们还需要去给它保留 一定的背景层次 那么在这里面面对这样的一种拍摄 一般我们的光圈数值就会用到一个中等光圈 F5.6左右去进行拍摄 F5.6左右 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题材 我都一定是要去用到这种最大光圈数值 去进行拍摄 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拍摄 我们是完全不需要去背景 有一些虚化的 我们需要的就是全局清晰 你比如说我们拍的一些风光 拍的一些风光 比如说拍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拍的一些商业 人像 这种画面我们需要的就是全局清晰 那需要全局清晰的话 在这里边我们会给到的光圈数值 大概就是在F的11左右的数值 去让它产生全局清晰的状态 所以在这呢 我们对于三种情况 大家去仔细的进行观察 然后举一反三一下 你看看你拍的题材 是不是是往第三大类型的题材 当中的其中一个去进行拍摄的 如果是其中一个 那你就要对应的去使用正确的光圈 那么在这里面学习嘛 大段大总结 小段小总结 选这块给它一个总结 总结第一种情况 如果说呢 我们需要一个很强的虚幻背景 那记住这个拍摄的这个指标光圈 大概就是在2.8左右 那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可能需要的是保留一定的背景 一些细节的时候 可能我们需要就是光圈到中等光圈 5.6左右去经营拍摄 那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呢 就是我们需要的是全局清晰的一种拍摄 那我们需要的光圈大概就是在F11左右进行拍摄 所以你看这里面讲的都是一些经验 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功能都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但是我们去使用的时候 为什么有的人拍的漂亮一点 有的人可能会拍的丑一点 为什么有的人呢 他拍出来的这个视觉效果呢 可能就会差一点 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些细节把控上面呢 是没有一个经验吸收 然后在正确的思路框架上面去进行创作的 虽然它是一个很基础的证实 但是我们在用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具备这样的一个认知 去对你一张照片进行一个把控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做一个总结啊 其实我们一般使用大光圈的时候 它更适合突出主体小光圈的时候 更适合表现大环境 是不是 这个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了 大光圈突出主体 小光圈突出环境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老师我拍照 我可能不需要去突出主体 我可能也不需要去表现一个大环境 我可能我要的就是一个画质 你像我之前在经营拍摄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一些商片商拍的片子 你要挂到那个商场里边 去做一个大幅的海报的时候 那这种画面 我可能真的就不需要什么突出主体 表现大环境了 我需要的就是一个极佳画质的表现 那么如果说要去拔到一个非常好的画质 在我们光圈这个细节上 它也是会有一个优化的标准的 因为我们其实去调整光圈 调大或者调小 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一个最佳 最佳 画质光圈 那这个最佳画质光圈 怎么去找到它呢 来 这时候我们一般是要先去看一下 自己的这个镜头 最大光圈值是多少的 各位同学 你们最大光圈数值是多少 打在公屏当中 我看一下 你像之前 我给他做演示的时候 所用到的这个镜头 它的最大光圈数值是2.8 那么如果说 它最大光圈数值是2.8的话 那我就给你们来举例了啊 其实你要找到一只 最大光圈数值为2.8的镜头 然后从而去找到 它的最佳画质光圈 一定是 在2.8的这个基数上 乘以1.4倍 乘以1.4倍 再乘以1.4倍 你是最大光圈数值的基础上 去缩小两到三个档位 因为一般相邻两档光圈的数值 它是相差1.4倍的 当你缩小两到三个档位 就是在2.8的基础上 去不断的 乘以1.4乘以1.4乘以1.4了 是吧 所以在这块的话呢 你像我用的一只 最大光圈2.8的镜头 它的最佳画质光圈 那么就会用到 F8这样的一个光圈数值 去实现它的最佳画质光圈 所以记一下 最佳画质光圈 一般是在最大光圈的这个基础上去缩小 2到3个档位 这样去拍的话呢 你的这个片子画质会更好一些 是吧 这是这个部分 这是一个非常细节的部分 像你拍一些产品 商业人像 或者你这只镜头本身拍来拍去 总觉得画质不是很好 那你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细节 没有把控好 这是一个非常冷门的知识 把它记住 记住了之后呢 我们再去就是想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我今天去拍一个小孩 我拍这小孩呢 我一下子需要的是大光圈 去虚化背景 突出主体 但一个小孩突然跑到一个大环境当中 我想去拍一个小孩跟场景 都有一个清晰表达的画面 那我是不是需要呢 快速的去调整我的光圈 但是如果说你只调整光圈 那之后 然后还需要再去调了快门 还需要再去调这个感光度 那可能我们拍照就会很慢 所以这时候 如果相机能有个功能 就让我们只调光圈 其他的不用我们调 那可能我们拍摄就会方便得很多 那这个功能 其实在我们相机里面是有的 这个功能就是我们的AV档 或者我们叫A档 那这个档位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光圈优先档位 这个光圈优先档位 就是你自己手动的去调整你的光圈 然后呢 向你的快门速度 就是由你的相机去帮助你进行调整 但是我们一般在使用光圈优先档位去拍的时候 请记住 他的拍摄也是有他拍摄的方向的 不是任何题材 都适合光圈优先档 光圈优先一般 他是满足于日常的人像拍摄 或者这种日常的信物拍摄 他会更适合 但是你要去用来拍一些运动的物体 那可能这个光圈优先 他就不太适合于帮你掌控这样的一个运动物体的拍摄了 好吧 那我们今天讲光圈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里面有一些小的细节知识点呢 把它把控好 今天来教大家在拍人像的时候 如何选择一个正确的焦段 如何选择一个适合的焦段 教大家掌握各个焦段 不同的一个魅力 运用好它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一个场景 我们分别用了不同的焦距 在同样的距离和位置拍到了一些照片 首先我们用24焦距拍到了一个画面 就是场景很大 人物很小 感觉距离很远 那么我们推到了35 你会发现场景在缩小 人物会更大 那我们到了50 你会发现人物跟环境之间有了一些平衡 那么我们到了85的时候 那么人物逐渐就会慢慢的占据画面的一些视觉 那么我们到了100 135 200的时候 你会发现人物已经非常大了 背景已经非常的少了 我们首先从广角开始讲起 一般来说10毫米到35毫米之间 都能称之为一个广角 那么广角拍人像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 第一个就是你能够拍出模特的一个大长腿 广角身变形 能够让这个腿变得越来越长 那么我们第二个就是你在近距离很近的位置上 我们一样可以拍到更多的画面元素 更多的画面信息 如果你用长焦的话 你离得很近 你拍不到很多的一个背景 OK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利用低角度的一个仰拍 来拍出一些模特高冷的 模特情绪化的一些造果出来 同时如果画面有一些线条感的时候 比如说马路上的线 墙上的线 有一些线条的时候 我们用广角来拍 他能把这个线条拍的非常具有张力 非常具有方向感和纵深感 然后广角离近的时候 也能跟模特产生一些互动的效果 我们正常来说广角不要去拍特写 在人像的时候 因为什么广角拍特写容易把人的头拍的很大 那么这张照片的话 我是用一个35毫米的一个焦距来拍 是一个最小的广角 依然做到了一些特写的效果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用广角拍特写的时候 一定要去加一些前景 你不加前景 是裸裸一个头 在镜头很近的位置 就会显得头大了 加前景的时候 你就会规避掉这个问题 而且你用广角找到一些非常特殊的角度 非常独特的视角的时候 你用广角拍特写 是别具风味的一个感觉 你像画面这一张照片的一个效果 视觉上的冲击力 画面远处和人物近处的这种纵深感 效果都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找到好看的角度 我们广角依然也可以去拍近景 那么正常来说 我们广角还是需要去拍一些全身 或者需要拍一些大半身的一些效果 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广角能够把人拍的比较高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效果 还有一个关键的点 就是我们用广角拍摄人像的时候 切记尽可能的把人物往画面的中间放 因为画面周围 广角画面的周围的一个 激变效果是非常严重的 你会发现 你看广告牌周围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一些线条都有所变形 所以说我们在拍人像的时候 尤其是用广角拍摄的时候 尽可能的用居中构图 把人物放中间 最起码要把人脸放到中间 因为他腿变形 没有关系 我腿还有所拉伸能让腿变成一个大长腿 效果更好 但是一定要把脸放到中间 类似这种 OK 那么广角带来一些这种小特色 也是比较舒服的 所以说广角正常 我们拍半身 拍全身 拍大长腿 但是个别时候 我们也可以选择近距离 拍一些这种视觉张力 是有一些畸变效果的 广角我们讲完了 我们看一下标准镜头 40到60之间 最常见的标准镜头就是50的一个镜头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用的一个镜头 那张照片就是很明显50焦段的一个标准焦段 那么标准焦段为什么要叫标准 它是最接近人眼观看的一个视觉大小是一个比例 50的焦段它不会出现非常大的一个畸变 但是你的镜头非常接近人眼观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照片拍出来容易平平淡淡的 它的视角太接近于我们日常中的一个视角了 你会发现它会比较枯燥 并不是50的镜头它的一个缺点 而是你不会用 你会用的时候 那么画面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特写 它就能够用50拍出这种互动的感觉 跟镜头互动拍出这种男友的一个视角 像是人就站在你面前 像是这个人就是你的女朋友 这样的一个视角非常有亲和力 而且呢你用50它不会出现畸变 它能把脸拍的非常的好看 所以说不是50难用 不是50拍出来就是平淡的 而是你不会用 所以说我非常推荐大家 用50去锻炼自己的一个 对于焦段的一个控制力 为什么呢 因为50这个镜头 近可攻退可守 啥意思 就是我50我近了 能够去拍特写拍局部 我远了 我能拍大景拍大场景拍全身 它能胜任大部分的一个景别 那么我们拍全身的时候 记住让脚贴到画面的下方 然后头顶留一些空白 是一个非常舒服的50的全身 那么刚才说到了近可攻退可守 看一下 这些照片都是平拍出来的 50有的时候你拍出来像是85拍的 有的时候你感觉像是35拍的 这就是50的魅力 这一张照片 你看一下有可能是像35 因为画面的这个纵深感非常强 但是它依然是一个50拍的 像这一张看起来又有点像长焦 但是它也是50 而且它非常具有性价比 一般50的镜头它都比较便宜 而且它会有一个大光圈 所以说非常推荐 大家先把50拍好 那么看一下什么叫做近可攻退可守 首先这是用50拍的特写照 近身照 那么我们慢慢的进入到一些 再大一点的一些互动感 我们再用50拍到一些全身 一些中景的效果 然后我们还可以用50拍一些这种全景的效果 大景的效果 然后我们还可以拍出这种非常多的一个蓝天 拍的有点像广角出来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这些照片全是50一颗镜头能够做到的 所以说用好50 你再用长焦或者说再用广角你都会非常的顺手 OK那么我们讲到中长焦85到135之间 我以人像之王85来举例了 那么我们85拍这种近身的这种特写照 是非常容易出感觉的 85带给大家的视角就是非常的规整 人跟背景的关系非常的舒服 然后背景会虚化到一个梦幻感的一个效果 OK那么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张85 85适合什么时候拍呢 拍特写的时候拍中近景的时候 有必备的一个效果 它的一个视角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说我们称85为人像之王 它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空间上的一些压缩感 画面感觉被浓缩住了一样 然后还有会给大家带来 我非常喜欢的背景虚化梦幻的一些效果 那么我们看一下85拍一些局部特写 拍这种一个鼻子啦 或者拍半张脸啦 或者说拍这种非常大的特写的时候 都会选择用85拍摄 因为50拍的话会稍稍的会显得头有一些大 会然后呢紧会被压缩 所以说用85来拍这种局部特写是非常舒服的 边缘它不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激变 不会出现大头的效果 OK那么我们用85 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用长焦的空间压缩感 你只拍到环境当中 你想让观众看到的那一部分 让画面更加的简洁 比如说这一张照片是我在一个路边拍的 如果你采用一些广角来拍摄 那你必然会拍到一些电线杆 马路或者说行人 我们利用到85这种中长焦的一个焦距来拍摄 我只想拍到路边的这棵树 配上一个人 那么你就可以轻松的做到 因为它具有空间压缩感 你能够拍的很近 所以说拍这种金花梅花 像这个梅花树是很小的 但是我就会利用一些长焦的空间压缩性 你会发现这个树感觉是一个 这种梅花林的一个效果 其实它就是一个路边非常小的一个树 去比如说像类似这种情况 我就想要天空上的一些路因当做背景 那么85是再合适不过了 85长焦不光是能拍近景特写 它也能够拍大长景 比如说我们长焦拍大长景 能够拍出人景合一的一个效果 长景元素在画面当中充分的展示 是不是天空的云下面的草地 都会让画面显得非常的饱满 然后你只需要让主体放在画面当中 比较显眼的一个位置即可 人景合一的照片就出来了 它就是会利用到长焦的一个压缩空间的一个效果 会造成这种动漫感故事感电影感这种效果出来 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 包括广角中焦标准焦距长焦的一些手法 或者说适合的一些拍摄风格 那么我们新手应该怎么去练习呢 给大家总结了这几句话一定要听好了 拍摄前先确定焦段 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发现大家在拍摄人像的时候 如果你是有变焦的 比如说你有2470 24105或者1855 你会在拍摄的时候一直在去推这个变焦环 导致你拍摄过程中头脑会不清晰会很乱 有的时候你拍特写的时候 你拉了一个广角不注意 有的时候你拍大场景的时候 你却推了一个中焦或者推了一个长焦 导致你的画面看起来比例非常不协调 所以说大家今天学习完这一节课的话 那么先确定第一个就是拍摄前先需要确定焦段 比如说我们拍特写拍近景拍拍半身一些小场景的时候 我们直接用到50以上的焦段25也好100也好 具体多少你自己控制 但是提前给他设置好50以上 那我们在拍全身大景全景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设置50以下 提前设置好呢 就需要你多利用走位构图 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上上下下 利用你的走位你才能够控制画面的景深画面的感觉画面的一些距离 如果你一直用变焦来构图的话 你会发现你对于距离的控制 对于人物跟背景的关系 对于人物跟镜头的关系 控制的是非常薄弱的 是不利于你摄影上的一个进步的 所以说多用走位来构图 少用变焦来构图 那么讲了这么多今天的这节课 知识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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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